我们谢谢雨婷 目前还有两大四小正在搜救当中 而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前往了前进指挥所 马上带你来看现场最新 我们一定会把它安置好 然后了解整个事实的经过以后 我们会主意的让他们平安的回到家 那目前为止因为还在抢救当中 还有很多的实际状况 我们必须要再做生日的了解 因为根据我们目前现在的调查 这个带队的是一个天大地方自然公司 这个公司今天有一个书相长 负责带队 有家长有同学 那这些家长跟同学都是根据网络报名 然后每个学习收费1600年 有七堂的自然体验课 今天是其中的一堂 这当中有很多是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家长跟同学来报名 那目前我们书中的六个人 两大四小 其中有五个是台北市人 一个是新北市的同学 所以这个部分相关的调查 以及事实的厘清 我们现在再做进一步 市长快入院之后其实现场雨非常地大 那就你们这边所了解 这个带队这个向导 他在出发前 有没有评过今天的天气中后 因为这是一个公司所招募 有收费 然后带着家长跟同学 到我们各地区来做炸自然的体验 我相信我们要去厘清到底这个公司的成立 以及带队的上有没有证照 以及在今天的状况的底下 有没有去做好事实的评估 那这部分的责任 我们现阶段都还在厘清当中 我们希望现阶段先以抢救 之中的这些大人跟孩子们最重要 那同时也启动和有相关的调查 我们面对气候的变迁 异常的状况底下 我们要有事先的准备好 外面有状况 我们如何应应 后市有任何状况 我们就不需要去冒这个雪 来做这个大自然的体验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要特别在这里提醒大家 因为现在气候变化很大 尤其山上随时有影距的来临 然后让我们如果没有事先做好准备 随时一碰到整个变化的时候 就有可能吸水爆涨 让大家在错需或是登山 或是在做自然体验的过程当中 会错所不惜 所以我还是提醒大家 要登山 要做自然体验 到生理理念 一定做好气候的评估 以及安全的相关准备 谢谢大家 谢谢 您刚看到是来自虎报谈的最新情况 稍后有最新消息 台式新闻再持续为您掌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